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韩文在恒大已经遭遇了出场飞机 他高开低走 从球队的首发U23到如今的无球可踢 卡纳瓦罗已经有血藏他的趋势 原本作为球队的主力U23球员 媒体和球迷也都觉得 邓韩文的攻防能力非常出色 是一个可造之才 但是随着联赛的深入 邓韩文的竞争力逐渐的下降 在恒大争冠的关键时期 恰率不得已让张林鹏重回右边路 而队内另一位U23球员 钟义号的强势崛起 也把邓韩文彻底挤到了替补席 提起钟义号 很多球迷只是通过恒大 才认识了这位年轻的小将 96年出生的钟义号今年才刚满22周岁 赛季开始之初 没人会想到他可以得到卡纳瓦罗的重用 而今年他首次连载出场 就以一张红牌收场 所以球迷也觉得 钟义号在恒大已经没有太大希望 未来将很渺茫 不过 或许是钟义号在平时的训练中 他打动了卡帅 所以近期他也在恒大逐渐坐稳了U23首发 并表现得非常抢眼 钟义号盘带技术非常出色 基本功也很扎实 被誉为小正龙 他在球场上的大局观非常好 与哈利斯塔和保利尼奥的配合非常娴熟 在球场上丝毫看不出来 他是一位中超菜鸟 所以恰帅也有意 重点提拔他 作为去年钟义联赛的最佳青年球员 钟义号加盟中超完成三级跳后 并可以在恒大踢上球 或是此前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 但就是凭借着自己出生牛独不怕虎的这古劲 钟义号才在恒大站稳脚跟 而在得到了卡纳瓦罗的力挺后 他的未来一片光明 相信钟义号会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 未来他很有可能会替代于汉超 何正龙等老球员 成为恒大的前场进攻核心 感谢您的收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